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爱度运营摄影的创始人Vivian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安抚新生儿宝宝 大家知道新生儿宝宝的睡眠 每天要保证在16到18个小时 然后这样对宝宝发育 大脑的发育是比较好 接下来我可以教大家几种安抚宝宝的一个方式 第一种就是包裹法 因为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当时在子宫里面是紧紧的被包裹着 所以说这个强包法 把宝宝包裹成这样的一个强包法 对宝宝在这种环境下 他会觉得非常的安静而且有安全感 好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来包裹这个宝宝 让他更有这种在子宫里的那种安全感 首先把宝宝平放 然后把这个包布 然后先把他的胳膊这样压过来 然后把这一块多余的压到这个宝宝的身体下面 然后可以把这边再窝起来 把这个手放平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再 再这样包起来 然后转过来 这样子呢就把他的这个腿呀 还有手啊胳膊这样包起来的之后 让他能感觉到在子宫里的这种安全感 这样宝宝就会很快的安静下来 然后第二种呢是侧抱 比如说像侧着抱他或者是竖着抱他这样子 然后宝宝也会能也能使宝宝尽快的安静下来 第三种呢就是白噪音 这种白噪音的这种方法呢 是我在工作当中红宝宝经常用到的一种 你可以在耳朵旁边可以给他噓这种声音 然后呢也可以在手机的APP里下载一个 Sound Sleeper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有很多种就是各种白噪音 有在有在宝宝在子宫里呢 听到听到的那种心跳声 还有呢就吹风机呀 包括吸尘器呀 这种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白噪音 然后那个宝宝呢 可以根据宝宝这个年龄的大小来选择适合他的 来选择他喜欢的这种这种方法呢 很多妈妈试过非常管用的 第四种方式呢就是轻轻的摇晃 那宝宝呢其实很喜欢这种 就是我们的幅度一定要小而快 就这样子像轻轻的这样摇或者彻子 然后轻轻的摇 但是一定要速度要快 然后呢这个宝宝呢 就是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来安抚的 然后第五种呢就是损息 可以浇宝宝来使用安抚奶准 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宝宝的饥饿感 同时呢也可以刺激他大脑深处的那个镇静神经 OK以上这些方式呢 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5S安抚法 希望呢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新生妈妈 进食会儿 RAMSAY 请教官 安抚法 瑞德 期视频 tutor